我很直接問人工 有一次,剛巧拱起一個脈門 就把口水飛進去他的眼睛 這句話好像很喜歡病 Hello,歡迎收看Garry's Saly,我是Garry 最近歐洲波方面已經收了禮物 所以我也有時間可以拍影片和大家聊天 最近做了一個你問我答的環節 在Instagram收集了大家的問題 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內容是有關我做了七年的體育主持 以及講了四年球 我到底大家會有什麼想問呢? 立刻開始第一部分的問題 看到大家都會問 如何入行講球 如何入這一行 如何加入成為第一份子 如何入行做評實員 先講講如何入行 入行的過程其實也是挺特別的 首先是因為讀書的關係 其中有一個在電視台做導演的師兄 去了學校 想找一些讀書的同學去做一些兼職主持 那時候就一起去Casting 其實那裡可能是幾十人的 最後都選了十個出來做 偶爾做一下 之後其他可能一起玩的主持 都開始各有各的發展 那我就繼續留在這裡 所以結果就留到現在了 但是其實在早兩三年 我都是做一些 可能在節目的廠裡 出鏡或者偶爾有個外景採訪 還沒有接觸廣播 直至差不多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要想 究竟做什麼好呢? 是不是真的要去找一份全職的工作呢? 還是繼續在這行業上嘗試的發展呢? 結果跟公司溝通完之後 公司就說 好! 見你留在這裡那麼久 就給你一個機會發展一下吧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 本身一直有做一些本地球方面的報道工作 都有講一些精華 不過一開始講球 都只是講網球先 原因可能都是因為網球 始終就沒有那麼多人在裡面 可能單打號、雙打號 都是幾個人 十個手指數了 所以會比較容易掌握 亦是一個比較容易的起步點 之後去到近年 可能公司都再給多些機會了 慢慢地就說了足球 說到就是入行方面 其實莫時的工作 其實是更加容易入行 相比起廣播佬 因為莫時工作有很多不同的Casting 大家總會找到一些機會去嘗試發展 但是廣播佬真的可遇不可求 他沒有公開招聘 而說到評述員的工作 或者廣播佬 其實主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評和實 評就是負責評論的比賽 究竟踢得好不好 或者怎樣分析 這些部分大多數都是紅富子球員 紅富子球員就是現在踢開球 或者是以前踢開球的球員 他們一起來就會轉型成為評述員 另一個就是旁述角色 就像我們作為體育主持出身 或者體育記者出身 就可以轉型成為旁述的角色 一起做一個逐球評述員 另外也聽過一些廣播的同事 都有跟我說過 原來之前他們當年入行 是參加過一個電視台的一個 廣播佬比賽 這樣入了行 所以這些機會真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機會 也真的很有興趣 向著這個方向出發 隨時機會就珠在你身上 但說真的 真的不是太容易找到 好了,第二個部分 就是講一下公司有什麼員工福利 所以人工如何呢? 我很直接問一下人工 說到收入來源 主要是有兩種方法 第一就是月薪形式 房間不同的機構、電視台 其實都有月薪可能一定的金額 大家去那個月公司指派什麼工作給你 你都去完成它 這件事在疫情之下 就發揮到它的功效 因為比較穩定一點 小弟屬於多勞多得營 第二種 就是說越多工作 我又再去做到 好,那我就可以逐個工作去計算 加上可能會比較多的收入 但相對地 面對疫情之下 一定是很受影響的 很多的比賽取消了 就手停口停了 或者叫做吃得鹹如抵得學 當然,我自己想 其實最好就是找多一份工作 去兼顧這份工作 兩份一起做 那就最好了 又可以平衡到收入 亦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兼顧到時間 至於確實是賺多少錢呢? 即是淡貴 即是你沒什麼球的時候 可能真的差不多沒有收入 或者最多是幾千元收入 都會的 但如果你說旺季的話 其實可能是幾萬元 都不奇怪 去到有很多大型比賽 更加會慢慢再多上去 都是視乎有多少工作 就是累積了給你去做 說到多勞多得 其實都是不容易長抵這件事的 因為有些工作不是你去找 你肯做就行 都可能要剛好有這個機會 或者別人指派給你 所以其實都是不容易的 說到公司有什麼員工福利 這個話題 其實嚴格來說沒有什麼福利 有花紅芬 其實沒有這些歌仔唱 因為不是一個正常看的公種形容 第三,就是半夜工作是否辛苦? 日常生活是不是日夜瘋了? 會不會很辛苦呢? 有沒有試過凌晨廣播趕到訓場呢? 其實就沒辦法了 很多朋友都看得到 近兩年就說 他們好像殘了 我累了 笑不免的 但開心的 因為始終是做了自己喜歡的事 我做西急可能會是有時候的強隊出場 好像是皇馬、巴塞這些 通常是凌晨三、四點才會出場 趕完都會天亮 進去的時候是天黑進去 出來的時候已經天亮 那一刻有點累 有點虛脫 所以都是盡量自己適應 但當然如果你說之後第二天休息 又要兼顧其他工作 現在都開始出現面對這個情況 就不夠精神了 所以可能都要參考其他同事 就是每晚都要睡一睡 可能睡一兩小時再講一場 這樣才行 自己說到有試過說 這球是很硬的 其實也有的 如果你說那場球 其實是很悶的 都會差一點想睡 但這時候會嘗試跟另一個拍檔說 多些場外花邊的有趣 等賽事更精彩 因為有些球迷 其實他們可能早上才重播看那場球 他們已經是精神飽滿地看這場球 所以你不能傳達到一個很硬的感覺 所以怎樣都要留意 其實都不容易 第四個部分 通常你們會做多久資料搜集呢? 難度高不高呢? 我最想知道你們平時要準備資料搜集多久 不熟對球又要講那場怎樣才好呢? 你們怎樣認球員 好像星巴馬、三四線的聯賽球隊 開球前會不會做功課呢? 當然開球時一定要做功課 普遍些人會覺得趕場球好像挺容易的 只是九十分鐘 首先已經要做一個小時回去 做一些賽前的最後準備 剛剛開始講的時候 每一場球我都會花三四個小時去準備 以及趕場球 那裡差不多好像一天上班那麼長的時間 當然現在一定是好一點 不過說到做什麼功課呢? 其實除了留意新聞、傳媒話題、球員訪問、數據分析、球隊實際表現的重溫 其實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只要我做西甲就有再多一重功課 其實就要看很多西班牙方面的報紙 究竟是寫什麼 我不懂西班牙文的話怎麼做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Google Translate 可能之前會無緣無故說一對球 就是來自亞塞拜疆的 其實這些球隊可能都比較少留意 如果你說是打遊戲也看到的 例如我喜歡打Fever 我就會嘗試用那對球來打遊戲 一開始就來認球員 如果真的沒有這些數據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足球這件事就是 它不一定每一場都出同一一樣11人的陣容 它會轉的 所以其實你是背不了那麼多 只能夠每一個做一些簡單的資料收集 然後就是記住某幾個核心球員 最重要就是看那對球之前的比賽片段 去了解這對球隊 盡可能就不要說偏頗熟識那對 例如英招球隊很熟識 就只說多些英招球隊 也要說多些就是另一支沒有那麼熟識的球隊 給大家去認識一下 來到第五的部分 就是講到中場休息 或者連續講兩場球之間 會不會吃點東西呢? 之前都會說 講過之前 早一個小時就會回到公司做準備 自己調節的食飯時間 如果你說做完那場球 就已經是早上了 可能是做之前咬兩塊餅 去到早上的時候 做完就要吃個早餐 但講到可能中場休息 或者是比賽接比賽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些什麼呢? 兩個人有聊有聊 其實相對沒有那麼吃力 但有時候只有一個人講的時候 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那場球其實講完45分鐘 其實是有點累的 我的腦子會有一點實實的情況出現 所以那時候都會叫自己去休息 但當然休息也很短時間 15分鐘 有時候如果你要講完 就是半場精華半場數據 根本上沒有那麼多時間休息 你會給自己去那個廁所 或者是喝一口水 然後你已經要看一些資料 準備之後一場比賽 來到第六個部分 有哪次廣播是最深刻? 廣播有沒有什麼突發的東西 是很深刻的呢? 其實都有的 如果突然想起 其實我跟杰拉謙 廣播有一次經歷 是疫情之前的 因為我們本身比較好朋友 所以我們有一次廣播 是會看著對方來說的 我又有口水花 就飛到周圍 然後又一次 剛巧共起了一個盲緩 就把口水飛到他的眼睛 然後那時候 有一個戰況在講球 他掩著眼睛 拿一張紙巾 但又很想罵我 但又要講那場球 其實整件事都覺得很好笑 當然現在保持社交距離才會好一點 但這些情況是挺有趣的 最深刻的比賽一定會是第一場 講的足球比賽 是巴塞龍流的賽事 其實自己真的會很緊張 做了很多功課 其實整張紙都寫滿了 很多的資料 其實講不完 但人真的非常緊張 第一次都是難忘一點的 自己是講網球 之前講網球都試過很多這種情況 就是下雨 既然你就呆了 因為你隨時一等 就可能等幾個小時 或者最長的試過等就是幾個小時 亦都試過更加嚴重的 就是回到去 可能原來那場球 取消了 那你就回家了 至於講到做體育節目 其實有一次都挺深刻的 話說之前拍ViuTV的體育系 有一集是拍一個水上運動會 玩遊戲 原來水底裡面有些繩子很粗 會戒傷人的 結果大家玩到激動時不管所有事情 就戒傷了 傷口其實有10cm那麼長 現在還有拉在腳上 不過當時主持Keyman就會問 Gerry你還行不行啊 OK啊 其實都很痛的 不過那天他也想做一個節目 所以就說 好吧繼續做吧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享受拍攝過程 當然也會覺得 好像拍一個節目 有這麼大的拉在腳上 真的好像有點慘 但是後來就覺得 算了沒什麼 男人多一兩條拉 沒什麼 現在告訴別人 就是做事 而弄傷了一條拉 好像都挺帥的 好像很喜歡病 什麼笑話 哈哈哈哈 所以說真的有很多深刻的畫面出現 不只是廣播 這個行業 這個工作 真的帶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好了 最後一部分 看看 聽過你廣播說得多好 什麼時候說英超 想看你廣英超 其實我也是 這些工作的事情 好像之前所說 其實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也要看看公司的支牌 在這個行業方面 自己連資都比較淺 不過 好像今天拍攝的這一天 其實正正是英超殺科日 我就會說 車路士對著龍隊的比賽 其實大家可以重溫 如果他還沒下架的話 可以去NOWPLAYER 就是一個ONDEMAND的重溫 當公司買了一個廣告 當然也希望說到西甲 也說到網球 來過可以說多一點 嘗試多一點英超的比賽 而出現了這個疫情之後 也發覺原來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是相當之難得 其實是要好好珍惜的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對這份工作 其實是相當之熱愛 以及希望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 對於這份工作 港邦也好 體育主持也好 其他幕前工作也好 一些移民 最後希望大家能夠身體健康 疫情快點過去 多謝大家 支持我的體邦也好 之前沒看過 未來有興趣看的朋友也好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覺得還有問題想問的 不妨留言說下 我會回答你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以及SHARE 也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大家如果想看我拍些什麼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留言說下 我們有機會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